公主连结是一部以冒险为题材的游戏 在游戏中有着各式各样的角色 以及各式各样的技能 玩家可以通过对角色的链级 提高自己的冒险等级 从而在公主连结的世界中进行探险 并且作为一个线上游戏 它的工会系统 还能够让自己和许多的玩家一同游戏 不仅收获了快乐 还收获了同伴 而近期 这样一个优秀的游戏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章节 而在它发布的章节PV预告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次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温泉旅行的故事 而且我们可爱的优衣还成为了死章节的女主角 因为公主连结是属于线上游戏 所以经常会推出新的章节 来保持使用者们的新鲜度 而最近 在上一章公布了些许时间后 公主连结又发布了一个新篇章 而且为了宣传此次篇章 还特地的制作了一个PV预告 在预告所公布的资讯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此次的章节讲述的是一次温泉旅行 也就是说 网友们在这一次的章节中 可以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 感受到温泉带给自己的温暖 同时还可以感受到 少女为了自己爱情而奋斗的精彩温馨故事 优衣是在公主连结中 非常可爱单纯的一个角色 而且在游戏的剧情中 她对骑士君非常的喜爱 同时 因为她单纯的性格 也让故事中其他喜欢骑士君的角色们 在和骑士君暧昧时 都会十分顾虑优衣的想法 经常被其他女性角色道歉 从而让其他玩家调侃她为对不起天使 而在这次的章节中 我们的这位对不起天使 终于成为了章节的女主 被骑士君邀请 开始了一场温泉旅行 只不过在骑士君邀请她去温泉旅行后 开始各种慌张 紧张到拖着几大桶木桶在大海旁奔跑 不过 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慌张可爱的性格 让她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 而近期在成为此章节女主后 被网友在相关论坛发帖 直呼太可爱 总的来说 公主连结此次发布新的章节 让许多的网友都十分的激动 尤其是对于优衣的粉丝来说 在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成为章节女主后 更是十分激动 而从这次的pv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公主连结对于角色的刻画 还是非常棒的 尤其是优衣在了解到 可以和骑士君一起去温泉时的种种表现 更是将她的可爱体现的淋漓尽致